大家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中国空间站核心舱天河号的实物 它也是第一次和公众见面 整个空间站核心舱全长接近17米 直径4.2米 它也是未来中国空间站的一个指挥控制中心 大家看到的这个呢 叫做节点舱 它分别是前面的对接机构和底部各有一个对接机构 未来是用来对接神州飞船的 在旁边的两个机构呢叫做停泊口 实验舱一和实验舱二经过对接机构进来之后 会通过机接壁抓取到停泊口 在那里永久的驻流 那么在它的顶部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航天员出舱的这个标志 那么未来它就是航天员出舱的地方 那么我们的航天员其实进入太空之后 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接机构来进到这样的一个节点舱之后 它就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 这块结构叫什么 这个叫小柱段 对小柱段 它是未来航天员在里面做什么用的 这个是将来未来航天员的一个生活居住区 这个叫大柱段 这个将未来航天员载轨工作的场所 工作和实验的场所 后面柱段对接机构是用来对接我们的货运飞船 旁边是我们的机械臂 机械臂主要是用于将来的载轨组件和载轨作业 这个机构就叫目标适配器 它主要是用来 机械臂将来就是在安装在这个位置 我们舱上会有多个这样的一个目标适配器 将来您看到的这个一端抓到它以后 另外一端可以来工作 主要承担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它目前主要承担的是一个组装建造 就刚才我们的实验舱 两个实验舱将来会通过它来转位到 它的永久停泊点 同时它还可以来转移物品 还可以转移航天员 中国空间站基本构型包括核心舱 实验舱1和实验舱2 每个舱段的规模在20吨级 空间站载轨运行期间 由载轮飞船提供人员的运输 由货运飞船提供货物的补给支持 这是我们的中国空间站核心舱 我们发射完核心舱以后呢 我们会发射货运飞船 这个是为航天员提供这个生活保障 签行的 之后呢我们再会发射载人飞船 这样的话我们把航天员送到我们的空间站 之后呢 验证之后呢 我们会打一个实验舱1和实验舱2 这个发射以后呢 他们会载轨进行机械臂的转位 转到两个停泊口 这样的话形成我们的空间站T字形的组合体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